开始做直播了 我们看一下 来 等等 现在刚刚上线 大家晚上好 我看一下有没有上线 同样的你们给我知道一下 顺便给我反映一下 关于这个画面 还有这个声音会清楚吗 因为等下要讲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应该上到线了吧 等一下我按下去看一下 可以吗 好 可以 我听到声音了 没问题了 是的 各位大家晚上好 我用手机在前面这里看着 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一些comments 一些东西 哈喽 大家晚上好 2020年就要来啦 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倒数的这个时间段了 我看一下全部都ok 谢谢你哈 又午夜 我看一下你们谁在线上呢 ok 来 慢慢来哈 今天的直播呢 就是你们看到这个 我这里写生效码的运势哈 ok 全部都清楚 谢谢你 Jeff 哈喽 大家晚上好 今天你们有去哪里吗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了哈 大家晚上好 欢迎你们收看我的面子书直播 今天是比较正式的直播哈 如果我的声音比较小声的话 你们再提醒我一下 ok 我们等人数上线吧 今天也是比较有资讯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分享 那么也在这个2019年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晚上的一个直播 然后就是我们明年再见了 大家晚上好 ok 非常好 那你们有去哪里玩吗 今天有没有去countdown 好 其实我就快快的现在做的直播 等一下晚上也希望要去countdown一下哈 还有几个小时 我们就要正式进入2020年了 也就是 2020年来临哈 就叫做 第一个第一个日子 我们是叫元旦 有我们的洋人的这个新年哈 我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说过 关于这个这个农历新年元旦春节和立春的这几个重要的日子 这些日子都是开始的意思 农历新年 我们叫做 春节ok 是一个这个大日子 是一个节日哈 所以是一个农历新年的春月初一 就是一个开始 ok 那么还有就是立春24节期的一个开始 ok 那元旦呢 就是新的一年 从我们吃日历哈 我们就是2019年的日历是最后一章了 那就是2020年的开始了 所以2020年你们就开始要换日历了 记得有我包一帆的日历哈 那我的资历 进去看 资历 资历 资历在哪里 进去看 资历拿给我 ok 所以啊 给我资历 ok 所以大家在这时候记得 你们就可以开始试资历了 ok 就可以用了新的一年的资历 2020年的资历 嗯 这个资历 我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做哈 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到资历 我的资历的话 记得要在我的面子书里面询问一下哈 当然也有些人已经 已经订购了 但是还没有收到 那你挺耐心的等一下 因为我们太多太多的order 然后我希望在大家拿到资历的时候呢 我会做一个直播 教大家怎么正式看我2020年的资历 庚子年的资历哈 ok 所以2020年明天元旦1月1号 我们还没有进入庚子年 我们还是在这一个猪年哈 老鼠年还没有开始的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搞清楚一下哈 ok 就是元旦就是洋人的这个新年吗 ok 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数字哈 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也很难得 你们喜欢2020这四个字吗 ok 数字重复哈 数字重复2020 就像我的车牌这样8282哈 其实也代表着什么呢 好事成酸的意思 其实我蛮喜欢这样子的 ok 我觉得挺好的 再加上呢 很特别的一点哈 这个是2020年数的数字很漂亮以外 它其实是新一轮的生效轮回的 重新启动的一个年份来的 所以这个2020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 我们要相信 要相信哈 新的一年来临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是一个丰收年 都会是一个好的年份 ok 你们对2020这个数字有什么印象吗 那对我来说哈 也许对我们所有马来西亚人来说 一提到这个2020好 就会 我们就会想到一个东西哈 那就是 在1991年的时候 1991年时候 立下的2020年宏愿 这一个东西 你们还记得吗 我记得很早以前 就是在我读书的时期哈 就一直听这个2020年 我们的娃娃山2020年 我们的宏愿哈 那时候我们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 你们还记得吗 那很久很久以前听了这个 是很久从 1991年 你记得哈 1991年 马来西亚就立下了娃娃山2020 就是2020年的宏愿哈 那个时候啊 那时候还小的时候就一直听这个2020年宏愿 可能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对 这个数字 2020数字哈 是充满着赚景的 就觉得这个宏愿是很期待的 一直一直影响着我们学生 哪个学生 马来西亚的学生哈 我们对未来的一个设想 所以我们读书里面都一直读这个东西呀 然后那时候的印象是觉得马来西亚那时候会迈向这个先进国 在到那个时候 2020年的时候 我们会让觉得是一个马来西亚土气扬眉的一个好日子来的 可是到今天到现在 ok 到现在的话呢 距离这个2020年就反而这么靠近了 以前是19多嘛 现在是2020怎么靠近只剩下不到几个小时 现在是9点呢 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2020就到来的 那么2020的宏愿呢 实现了吗 我看我的感觉好 看起来好像是 一场梦的感觉 好 从以前听2020到现在 2020已经到来了 那个宏愿实现了吗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但是我始终我觉得好 人生始终还是有个梦会比较美吧 虽然我们2020年 我们很多 很多那时候定下的一些宏愿啊 一些目标还没有实现 但是现在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一个叫2030年的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我们新政府又推出了全新的2030年共 共享 繁荣愿景 不知道你们对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计划 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们知不知道这些东西 其实可能 可能很多人对这些 没有特别关注 但我会特别关注 尤其是在我读书 读大学的时候 读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关注这个2020 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 OK 现在没关系 2020到了 然后很多宏愿都还没有达到 那就推出了一个2030共享繁荣愿景的这个计划 我们来看看到时候2030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期待 OK 来我看一下 你们的一些问题 好 其实2020年是我们 不要讲红颜的话 我们是马来西亚第五次的旅游年 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上一次的旅游年如果是我记得 没记错的话 那大概是在6年前 2014年的时候 例如现在2020的旅游年 其实 因为2020年我们就开始要进入旅游年嘛 所以也可以说是几个小时 红颜那个我们就不看 我们就看旅游年 可是新的这个计划好像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马来西亚2020年是一个旅游年 可能一些电视台或者是一些报纸 杂志等等 几乎都没有什么看到太多 关于宣传这个2020旅游年的这个宣传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 其实对我来说 这有点让人担心 因为我们 很多人其实也不大知道 明年2020年开始 就是一个旅游年 那么我们政府对 海内外的这个宣传 我其实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再加强加强一下 但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 希望2020的这个旅游年可以带动我们国家的旅游业 可以持续一下消费 然后租金一下国家的经济发展 减低这个失业率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希望 这个 旅游计划能够好好的实现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2030年我们 计划的这个共享繁荣愿景 希望我们马来西亚被列入 这个先进国 然后我们要 抱有 很好的 希望很好的想法 好的开始 然后一起来迈入这个 2020然后再期待一下 2030的到来 OK 好了 那我们也不谈太多关于这个政治的 可能你们有什么想法 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生肖的东西 那么我们来聊聊一下今晚的跨年 每一年的跨年 就是 经过 一个年份 完了 到新的一个年份 是我觉得是很有气氛的一个时刻 就是12点 半月12点到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放这个 放这个 烟花 鞭炮来庆祝我们 又顺利的度过了一年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国界 放烟花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家心情都是很美的 OK 因为放烟花 放鞭炮其实就是代表着一种信念 我们会把新一年美好的愿景放到天空上面去 希望新的一年自己像烟花一样的灿烂 OK 然后 翻鞭炮和烟花也像是 感觉上像是一个重生 一个新生的象征 那上一年不管 2019年不管你是否过得风生水起 还是过得有点 流年不利 总而言之 不管是好是坏 现在已经进入 即将进入新的一年了 我们就不要去多想 过去的东西呢 要放下 然后就 看前面朝前面看 我们其实也真的很幸运 可以 安全的 健康的平安的 走完这个2019年 然后踏入2020年 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 可是或许有些人没有 这么幸运好 所以我们就非常感恩 OK 那么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 在进入12点之前 我们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利用2019年的最后一天去提升自己 改变自己的一些心态 发现过去一年不好的事情 我们新的一年就新的开始 OK保持一个积极正能量的态度 那好的开始永远都是 对于未来 能够是一种祝福来的 所以 记得 剩下的这几个小时里面不要发脾气 不要骂人 要开开心心多说一些祝福的话 这样你的2020年 才能够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OK 那这里看到很多人祝 元旦快乐也祝 现在的你们元旦快乐 OK 相信这个时间 或许很多人正在准备要出去跨年的这个 活动 但是 我觉得 我刚好有时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生肖的运程 OK 上一次的直播 我记得我们讲过12生肖的运程里面排汉第一名 2020年排汉第一名的生肖 那是属牛的生肖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生肖属马的运程 我每一次就跟大家讲一个生肖 因为我觉得 一个生肖我们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的去 去谈论 其实是最好的 让大家有时间消化一下 甚至有关于你自己 是或者是身边的人的 是这个生肖的话 你也顺便可以在这个 直播里面提出你的 疑问 发问一下 那我觉得好的直播 你们就分享一下 因为 因为可能让更多的人 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因为我准备了好久 多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 老虎的我还没有说 有人问 老虎的还没有说 我们才讲过属牛的生肖 现在就开始进入了 这个属马的生肖 生肖像马的 你们还记得在生肖运势的这个排行版 每一年我都会排个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生肖排行版 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的是第一名的生肖是属牛的 那你们还记得吗 第二名的生肖是什么生肖的 那就是属龙的朋友生肖第二名 属猴子的第3名 属猪的第4名 属羊的第5名 属鸡的第6名 属蛇的第7名 属狗的第8名 然后属老虎的第9名 属老鼠的第10名 属兔子的第11名 第12名就是最后一名的 就是属马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在想 上次我跟你们讲过第1名的 大家都应该是 好高兴 第1名的 那我们就跳一跳 去到最极端的 今天就讲最后一名的好不好 属马的朋友 所以我就跳来跳去来讲 OK 所以属马的朋友你们要注意听啊 今天的这个生肖的运产 我专讲这一个属马的 OK 来我看一下好 power point power point 跑一下 在哪 OK 来 等一下 整理一下 OK OK 这样子就比较好了 OK 好 可以吗 慢慢来哈 反正有些人如果没有出去的话 在家的话 有时间你们可以看我的这个 听我这个直播哈 等等哈 属老鼠的我下一次来讲很其他人问好多其他生肖哈等等 我一次过不能够讲这样多我今天只专挑了生肖肖马的朋友 的这个运程来讲哈所以你有马的朋友赶快通知他们今天我们来讲马的 主页标题我写错了写成牛哈抱歉等一下我会改掉哈主页标题写错了但是属马的属马了哈 OK 打打太快了好 那么 同样的哈同样的我会先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属马人本身的这个性格哈还有就是 关于他不同星座 然后又是属马 的人在不同星座上他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变化 他的性格到底又会变成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也是有参一些 大概讲三四个 星座 结合那个生肖来讲哈 当然也有分享到接下来就是关于生肖属马的这个事业 财运 感情运 还有健康运 所以你们要认真听哈 对你们是非常有用的 那属马的生肖其实还有就是犯态税的一个生肖啦 那犯态税化解方法 今天晚上也会跟你们讲 OK 所以蛮多东西哈我预测是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你们赶快把电话charge 满来哈 然后就好好的在这里停一下 OK 那属马的年份啊如果没有记错从1930年90岁开始到1930年 1942五四六六年然后就是1978年 还有90年到2002年都是属马的生肖的 那属马人的一些性格特征啊 属马人的性格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 热情然后非常的直帅 然后有一点好有一种好动的野马的感觉哈个性有时候喜欢赞养有时候 又喜欢 自由 那喜欢无拘无束的这个生活啦 那马呢对我们来说哈他其实像 动物里面好像狗一样其实是非常忠实的伙伴 但马就感觉上比较高贵啊 而且蛮有灵性的一个动物哈 所以属马的人其实也遗传了这一点就是 他的领悟力灵性非常强 所以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天赋 那属马的人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四肢也很发达 头脑也其实也蛮灵活的一个类型哈 那我们每一次会说 啊在天看龙在地看马 所以属马的人其实他的能力是很出众的 做事情总是喜欢一马当先 但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哈属马的人有一点狂妄自大 个性反而有一点固执总是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有点自大和感觉哈 也很少去考虑到别人的意见和观点 所以这是我觉得属马人应该要注意的一点哈 ok 那我们常常说到的是这个 做牛做马这句话哈马的人其实跟牛一样其实非常刻苦耐劳 属马人天生就喜欢 就就可以从事一些比较辛苦工作 或是需要很大耐力的工作 嗯 但属马人跟属牛人稍微不一样的就是哈 马 吃得其苦的同时呢脑袋里面其实也钻很多东西很多天马行空的点子啊想法 所以他不会像属牛的人一样比较死板板的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变通 那么属马的人自己本身也自强自力哈 不会安于现状 他们很有一股啊 冲劲干净 所以有时候不肯服输 然后群劳有善进心 也蛮有领导能力的 OK所以同常我会觉得一般属马的人可以 做这个重要的任务 而且也很受长辈或者善失 善级的这一个器重 但是属马的人还有一点点的不大好的就是可能他缺乏一些耐心哈 耐心比较 没有这么好然后比较容易急躁 脾气 有时候会比较火爆一点 那做事情呢缺乏一些恒心 然后有时候会上分钟热度 所以我觉得属马的人你们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耐性哈 这样子的话做东西比较惨眼一点 也让人家更加有信心 然后你走的路也比较长久一点 所以按道理来说呢 属马的人其实他的能力哈是 是蛮大的 是可以赚大钱的一个性格来的 但是有时候他们会比较爱慕虚荣 然后花钱可能比较不不会控制 不会管理到财印哈 这个理财方面要特别的 注意一下 然后也比较 开键啊花费啊 然后比较享受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 不大够钱吧 剩下的钱就不大够了 所以花费太多了 所以需要学习理财 然后要有正确的理财观念 然后要好好的支配你的金钱的 这个规划 这样子的话 才会正确啊 不要说做工作到来到最后 确实 没有存到钱了哈 ok 所以属马的人在财运理财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ok 嗯好的 那么 简单的来说一些 属马人的优缺点 其实刚才讲了一点性格 在性格上 属马的人性格是比较开朗的 乐观的 然后有点浪漫 有点热情 就是四肢也很发达 然后思想也很敏捷 会讲话 ok 善于辩驳 然后独立 自强 办事能力也蛮高的 有果断 有决策力 但缺点呢 就是比较脾气要注意一下 比较火爆一点 然后比较急躁一点 然后有时候性格比较固执一点 坚持的东西就是一直很坚持 然后有点爱慕虚荣 爱花钱 不会理财 然后就是自我中心 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 那有时候可能讲话太直了 心直口快 然后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 要改进的 要改进的就是他不大接受别人的意见以及批评 所以这些就是典型的数码人的性格 所以 你觉得好的 你就保留 你觉得有问题的 我们就应该要改进 这才是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肖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星座 其实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只是很多人 要放大自己的优点 然后你要缩小自己的缺点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些改变 这样子人生他有进步 每一年重新 反省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 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 有什么东西需要加强 有什么东西需要 需要去 那就是 改掉他 不好的东西 我们都是改掉 那是最好的 有问题吗 OK 那所以 之前我也说过 其实我们 每一个生肖 他也会受一些外在的因素 所影响 所以不是每一个生肖的人 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这样子说的 然后会随着年龄 而改变一些思想的 那外在因素所影响的 比如说教育 生长环境 然后慢慢的 你受了一些教训 你的思想就会慢慢的改变 纠正过来 然后产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同一个生肖 可能再加上 不同的星座 性格也有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 再仔细的分享关于这个 这个星座和生肖 每次遇到出现的一些矛盾的问题 ok 所以刚才所讲的跟你们讲的是一些典型的性格 就像我们一个人的骨甲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基本内心的样子 然后外向外面的东西呢 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我们 ok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了解到我们先天的一些优缺点 然后再做一些改变 然后再做一些强化的这方面的东西 ok 然后生肖呢 我们有这不同的一个星座 当星座遇到生肖的时候 他的特点就会变成 变成什么样的一些化学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我跟大家慢慢的分析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星座呢 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是狮子座 上次我没有讲过了 上次我讲了一些 我每次会参 参着来讲 不要说 讲异样的东西 甚至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自己的星座 到底是哪一个会比较 特别想要知道 你们也可以 你们也可以在这个 这个 面子书里面comment一下 所以我看到了我就可以慢慢的跟你们讲 ok 好的 刚才我们讲 我觉得第一个讲狮子座吧 狮子座在十二星座当中 其实是很有权威感的 还有支配能力很强的一个星座 他们的手术星是太阳的 太阳是充满着阳光充满自信的 所以狮子座的人就像太阳一样 很朝气 很有朝气 然后为人就是像太阳一样 光明磊落的 不娶小节的 同时狮子座 狮子嘛 狮子座就有点傲慢自我 然后容易以我为自我为中心点的人 所以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也经常忽略别人的想法 所以有一种 王者的风范 这就是狮子座的人 然后再加上属马人的特征 那些更加激烈更加强烈 他的个性更加突 结合之下 个性更加的 更加的 更加的 强烈的 展现出来 所以 但狮子座又是属马的人呢 他们非常的勇敢积极 头脑很灵活 反应很迅速 那执行力和动手能力也很强 还有就是很自信 不服输 所以他们认定了一个目标 就会全力以赴的去追求 所以不会害怕困难和阻碍 所以这样的性格注定了 属马的 然后又是狮子座的 我觉得他们 很可能会出人头地 所以都是 英雄 英雄的一组 的那种组合 所以是蛮有英雄主义的 而且他们善恶分明 热意诸人 常常替别人打抱不平 又有足够的能力和 为万 所以如果 身 身边人 对他们呢 其实 对这样子的星座的人 然后又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人 然后又是属马的 会产生一些 依赖 因为 他们很强 所以我们会去依赖他们 而他们本身呢 也非常享受别人对他们的 称赞 还有崇拜 所以像明星一样的待遇 感到非常的满足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虚荣性 不知道身边的你 有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 朋友呢 属马的 然后又是狮子座的 OK 所以这一 这一类人 他们的优点非常明显 缺点也比较少一点 因为太过自信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太过自信 也变成了自负 所以要不要太盲目的相信自己 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 那很多时候呢 我会觉得 属马人 应该要虚心的 或信击去合体 去接受别人的劝告 以及批评 OK 建议 狮子座的属马人偶尔听一下 别人不同角度的观点 所以 哪怕不认同对方 也不要急着去反驳他人 听多了 也许会对你有 更好的 这个 用处 OK 所以这个就是狮子座 属马的 谢谢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星座 很多人讲要水瓶座 我就水瓶座我记得上一次我说过了 现在我们再讲下一个星座呢 是金牛座吧 金牛座 金牛座 这个座 星座也是蛮特别的一个星座 金牛座 有没有 现在的你们有没有金牛座的 OK 金牛座又属马的 有没有 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讲完金牛座再想你们要的深座 看到 有人讲的 这个东西 我们慢慢讲 那很多人对金牛座的印象呢 就是觉得金牛座的人反应比较迟钝一点 然后 不是说迟钝反应比较慢一点 他们比较slow的 然后话比较少 那 但这样子的星座的话 并不代表着金牛座的人就是没有想法 或者没有思想的 事实上金牛座的人是很有思想 而且很有内涵的 只是他们呢 就不大喜欢跟别人去争辩 那么也可能是因为比较害羞 所以比较少开口 所以金牛座的人非常务实 脚踏实地 认真做事 然后有一点点低调也有一点点的不自信 那他们内心里面其实也希望能够一名惊人 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就缺乏了一点自信 而且一般上他们也具有 具有这个能力 但就是缺少一个推动力 让他们再努力向前一步 这就是金牛座的人的一个性格上 刚好勇敢自信 但没耐心的数码人 碰上这个有一点自卑 让客口耐劳的金牛座 在性格和优点上是复补的 我觉得是蛮好的 就可以复补 OK 所以金牛座的数码人就有勉锐的 这个思想 他就会变成这样子 有很好的洞察力 同时呢 在工作上 学业上或其他方面呢 反而非常负责人 他为人就变得 他的性格 他就出来的 就比较强烈点 所以金牛座数码人 愿意把时间的精力花在 创新上做东西 然后他们很愿意吸收新的知识 他们也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经常还会怎样呢 还会有金牛座的性格 自我反省 这很好 很好 所以数码的人没有的东西 他刚好又遇到金牛座 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是非常好的 所以 对自己的能力 其实就会产生了信心 但绝对又不会太自大 又不会自以为了不起 所以配合的非常完美 那不过金牛座的数码人 比较注重一点点 物质的享受 对美感 对要求 也有一点执着 然后喜欢展现自己 比较光线亮丽的一面 有一点点炫耀 一点点炫耀 心意 心态 也会在意别人对于自己的 批评和看法 所以金牛座的人呢 数码的人平时 很省钱 省吃俭用 但在追求 美的东西 还有物质享受方面呢 他们就比较容易 舍得花钱了 ok 我觉得虽然人不能没有物质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追求物质 建议这个金牛座 数码的人 你把钱花在一大堆奢侈品 充面子 撑气场 不如 不如把钱花在充实自己的内在更加好 当你自己的能力更加强大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最好最大的面子了 ok 所以这就是金牛座数码的人的一个特点 ok 那接下来下一个星座呢 我觉得我跟大家讲的就是酸子座吧 对了 我看到有人叫 你要听酸子座 酸子座 酸子座的这个首富星是掌管智慧的口才星 那是水星来的 所以一般酸子座的人呢 水星是水 水代表智慧嘛 所以一般酸子座的人头脑转的比较快 反应比较迅速 口才也相对的比较好一点 那他们总有很好的表现自己的这个能力 然后喜欢忙碌 总是在追求新的概念 新的做事方法 然后不大喜欢一层不变的生活 他们是适应能力很强的一个星座 所以适合变化性节奏快的一个工作 但他们的缺点呢就是不定性 善变 容易三心二意 然后建议失签 总是让人难以抓磨的一个星座了 那么如果结合了生肖 生肖马 然后再生肖这个星座的话 这个酸子座属马的人 他就有着很旺盛的好奇心以及求知意 他们喜欢不断的追求 然后是一个创新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所以适合从事 用脑做工的工作 比如说作家 教师 艺术家 律师等等 他们脑筋转的快 比较好反应 然后又擅长交谈 交谈沟通 所以他们在很多场合里面都非常好 他们展现的幽默风趣 也能够炒气氛 所以双子座属马的人具有 勉锐的观察力 思想比较活跃 所以他们的灵感和想象力都比较丰富 也常常有很多 很特别的 很大胆的想法 OK OK 但是 对于这个 我觉得双子座属马的人 还是有一种闲不下来的性格 所以到就他们有时候呢 容易变化 变来变去 不能集中 东西 所以做事情反而不能够长久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缺点 所以我觉得 属马的 酸子座的人应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 不要太容易受到外面的人 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因素 影响 分心 所以 应该要坚持一下 做什么东西 再坚持下去 那是最好的 OK 星座的话 跟你们分享三个就行了 不讲太多了 OK 那么你们还要天平座 射手座 酸鱼座 一大堆星座 讲下去又太久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因为主要其实是在讲十二生肖的运字 我看一下 嗯 我看一下 来OK 这边 OK 说完 这个 生肖 还有就是 我们的这个 星座和生肖的结 我们 进入了这一个正题 刚才说的 有点辛苦 星座的东西要背起来不容易 好多星座 那我们现在正是进入2020年 数码人的运势了 那 刚才跟大家讲 数码的运势在这一年里面排名 最后一 最后一个 最后一名的生肖 那么看一下 极星凶星有什么 你看一下我这个 图案里面 在极星里面的是 没有极星 看到吗 凶星呢 就有碎破 有大号 有天库 有灾杀 就四颗凶星 没有极星 所以排名最后 进入2020年 根子老鼠年 对于数码人来说 鼠年所以 是带有一点点凶 因为 植物正冲 冲犯太岁 我们冲太岁就代表着流年可能没有这么顺利 你跟太岁流年太岁相冲 基本上就没有这么好 在我们的 在评论12生肖运势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以太岁为做标准 那谁顺着太岁 谁跟太岁相合呢 就像 就像鼠牛的朋友 他就跟太岁合太岁嘛 自然就会运势比较好 但像冲的自然就会运势比较 不大好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在整年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就反而更多了 数码人呢 今年就是2020年 在这个老鼠年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付出更多的东西才会 才会更好 所以我们是一个 对你来说是一个蛮挑战的一年 然后再来这一年里面呢 你要比晚年更加勇敢 更加主动去面对困难以及挫折 不要被这些负面的 情绪 影响 而动摇自己的 坚定的内心 但请务必保持一颗 积极 热观的心态 永远不要放弃 要不断的 产生 所以这一年里面呢 不要自暴自弃 运气不好的时候呢 保持冷静下来 尽量减少这个发脾气 然后不要怨天怨地 然后能够的话 再精进自己 提升自己 然后学习理财 学习技能 多看他书 多学习 一定会更好的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慢慢来看 我来我看一下 那么 在事业运方面 我来看给大家看下一面 事业运 属马的人事业运 事业运是 这一年属马的人 因为冲胎税 所以再加上在他的命盘里面 很多凶星在里面 算中影响之下 有凶星很多 没有急行来救你 然后又冲胎税 所以在事业上看起来好像是 没有这么顺利 阻碍比较多 OK 没有太多的贵人 所以这一年里面 打工一族 我们来分一下 做打工一族 属马的 你 在这一年里面 比较容易在细节上放下一些错误 导致同事 可能善失 对自己的印象 大大的折扣 然后在做任务 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同事的刁难 就是 小人 所以属马的人 唯一能做的就是 小心 做什么事情善事而行 然后小心 再小心 那交到字 交到手上 的工作 一定要 仔细的检查几片 不要 做的太快 不要 做什么东西 就很忽略的 就翻了 就看过去 能够的话 翻多几面 看多一点 尤其是有文件 合同上的东西 你们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今年呢 在这个2020年 比较多小人 所以可能也会被人陷害的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到时候变成你 你很多委屈 你解释也讲不清 所以在这个时候 做什么东西 都应该要小心 尤其在工作上 比较容易犯错的一年 所以2020年 在这里看我们的事业运 可能没有这么好 所以尽量不要换工作 最近我算命好 每次很多人来到都会跟我说 新的一年我会问 你有什么打算呢 他第一句话 我要换工 我要跳槽 我要什么之类 那你运势不好的生肖 通常我鼓励不要换工作 只有在你运势属于比较旺的生肖 在你整年 这年里面的运气很好 那你才换工作 这样子的话 你会越换越好 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运势比较差 事业运也不好的话 那你换工作等于一个陷阱里面 爬上来又掉入另外一个陷阱了 所以他反而越换越不好 所以灵业呢 我 我的建议是你宁愿留在熟悉的工作环境里面 OK 好过在不熟悉的地方遇到运气不好 反而更糟糕 下降的更快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OK 对于穿越 穿越人士 就是有自己做生意的人士在2020年 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成就 或太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 多劳少得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 2020年你比较会 遇到问题 那遇到问题的时候 记得 数码的人你不要太急躁 放宽心 不要突然之间就发大脾气 所以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要 冷静下来 因为在这一年里面你有一颗凶星 我们叫做天库 天库是 是一颗 灰气星 是一个 比较倒霉的星 刚好进入到你的命宫里面 代表在这一年里面你比较容易 因为一些事情而破坏了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也包括了破坏了贵人运 OK 然后加强的小人运 增加了更多小人运 在这种状况之下 对你做生意的人当然有不小的影响 然后 我会觉得工程上 你只要遇到问题 一定要 冷静下来去处理 OK 所以2020年不是一个 你可以大展拳脚的一个年份 所以不建议你 在把事业扩大 我们首业其实也是不错的 所以运气不好的时候 不要急着记忆扩大 反而扩大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只要你尽力去做 保持 保持原本的东西 把原本的东西做好 来灵活的应对工作上的困难 在一年里面 你还是可以有突破的 不要让不好的事情 动摇你的信心和决心 像我前面所说的 你一定要努力的充实自己 然后增强自己的知识 增强自己的技能 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建议数码的人 当你觉得很累 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 可以多和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跟另外一半 聊聊天 喝喝茶 或者出门散心 好好的 让心情转换一下 然后回来 再重新出发 因为一个人呢 不可能永远都是好运的 有运气都不可能 永远这么好的 所以当我们运气 比较差的时候呢 我们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 以及自己的想法 然后再重新出发 OK 所以这就是数码人的 事业运 所以注意 你们会遇到的这个问题 不管是打工的 或者是创业的 都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慢慢的处理 记得 小人比较多 贵人比较少 所以做什么东西 人际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是 财运吧 讲一下财运 财运大家都比较紧张一点 那我写了几个字 大家可以读一下 在这个画面上面的 今年数码的人财运呢 就比较一般的 没有这么好 因为有一颗凶星 出现在你的命盘里面 刚才我有犯了一颗凶星 那叫做大号凶星 大号凶星出现在你的命中 代表着大号 耗字耗财 破财的意思 所以这一年里面 比较容易破财 而且大号和小号不一样 小号是破小财 大号是破大财 意味着 数码的人 今年可能会因为一些突发状况 而让你破 大财 这个听起来就很三星 很紧张 所以建议数码的人呢 今年呢 可以主动的破财先 OK 将一笔钱你放在稳定的 投资 比如说不动产 或者一些定期存款上面 然后不要放自己名字 放另外一半的名字 或放孩子的名字 放别人的名字 这样子的话呢 你先可以预先让自己破财 这种也是属于破财的一种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做好一些理财计划 然后当然 破财的年份有大号凶星 通常我也建议 这一个生肖的人 属马生肖的人 你能够做一点慈善 捐点钱也是属于破财的一种 那如果属马的人平时呢 都过得很 奢侈 所以通常也没什么积蓄 这样的话 你在面临突发状况的时候 比较容易 措手不及 所以2020年运气比较差 属马的人 你一定要克制自己 不要乱乱买东西 然后一些名牌包包 鞋子 不要去看 不要去想那么多 省钱呢 是你 这一年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步的 哈 OK 还有一点 我也要提醒属马的朋友 今年的财运方面 你要注意哈 今年家里 不要收太多现金 不要 收太多现金 有现金 赶快放弃银行之类 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 注意一下 今年做好 反倒措施 今年可能会有 这个破财 可能有 进贼 要被偷东西的 这个可能性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OK 关于财运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我们讲一个生肖就比较容易 我们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一面 一面 我一面讲 你们一面发问好 这样我看得到你们的问题 所以财运不大好的生肖 在2020年我发现到 因为我算了好多个流年运程 发现到很多人在 2020年财运不怎么好 除了 牛的不错 其他的 其他的很多生肖都会面临到 财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开源 节流的一年份 所以在投资方面 大家要注意 小心投资 如果你是属于破财运 比如说生肖 属马的 你有大号凶星 大号是破大大 大财的运势的话 那么你在做任何投资 都要额外的小心 三思再三思想清楚 然后多研究 你再去做 要不然的话 这个破财运一来 就得不散失了 OK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年 说注意一下自己的运势 这一年里面 如果你非常的旺 很多时候手气也很旺 买马票也会中 赠财运也会好 这就是旺的一种象征 但如果你的运不旺 财运不旺的话 做什么事情都 要很小心 OK 所以这个就是 一先了解 自己在一年里面的运势 如何 那么方便 你做 为 接下来的规划 所以记得 属马的 朋友 你们的事业运 也是有一点点 小小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财运还有一点点的破财的现象 所以很多方面 你们应该要做一点保守的 这一个行为 不要太过冲的 所以属马的人有向前冲的 那种感觉 可是运势不怎么强 还是要忍一忍 什么事情 过了这一年再来讲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你们有问题吗 我可能讲的太快 没有看到你们的问题 健康方面 还有其他方面 我们等等 慢慢来讲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个是感情运吧 OK 我们来看感情运势 感情运势 在属马的人感情方面 在这一年里面 他 他很多凶星 四个凶星 还有一个凶星叫做 灾萨的 灾萨的这个凶星 刚好在你的命 命宫里面 代表在感情运 带来一些 比较不大好的 遇事 而且今年 冲泰税 今年流年流 冲泰税 跟泰税相冲 所以意味着在感情里面也有很多变化 那在这一年的单身的属马的朋友哈 今年桃花运比较弱 比较难遇到你 喜欢的对象 所以 反而建议你们多多去社交 因为没办法 因为桃花运落 那桃花不来找你 你自己主动去找他吧 那么如果 单身朋友 然后又有喜欢的对象呢 可能 你们也是要多多的去维系好这个关系 因为这一年里面 冲泰税的 年份里面在感情变化非常的大 很多恋情就会可能会被冲掉 所以变成比较短暂 所以一下子可能也会结束掉一些东西 那要不冲的好 要不冲就冲的不好 所以会建议数码的你 在感情方面在这一年里面 要好好的留意你的另外一半 然后就是尽量 沟通尽量维系好这个感情 然后遇到情绪比较不大好的时候呢 也希望 你们体谅一下自己刚好另外一半是数码的话 多多体谅他 因为他们的情绪变化在这一年里面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已经有恋人的或者是有另外一半的 数码的人呢 这一年里面可能 会经常发生一些口角的事情 因为 在这个生肖他会比较烦躁一点 然后在对感情上这一年也是 下位有一点点危机 然后 你要知道 数码的人工作不大顺利 财运不大好 那么自然心情啊 也会受到负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只要不要把这些心情带入到感情里面的 夫妻之中多多的沟通呢 我觉得 对你另外一半多一点包容和理解 尽量避免冷战 尽量 不要有激烈的争吵 然后在 这一年里面可能还有小人横行 破坏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所以各个方面的可能性会发生 所以数码的人呢 你们一定要定下心来 遇到感情上的问题 不要急着 第一个时间发作 什么事情 冷静处理 三思而行 才是最为善策的 OK 所以好好的跟另外一半沟通 在这一年里面 OK 如果 刚好你的另外一半是数码的 你也要多多的体谅他们 因为他们犯太税 他们心情不好 所以另外一半应该要多多的体谅 OK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OK 讲完了这个数码的感情 我们接下来 刚才有人问的 健康 健康也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 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个运气才会好 那2020年 冲太税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 这个生肖 这个生肖 数码的受到不少凶星的拖累 健康运势 也 并不怎么好 它里面有一个凶星 叫天库 天库意味着 数码的人容易心情不好 然后 又有灾下 又大号 所以大号 也可能 也代表着破财 破财 可能生大病 破财之类 所以今年数码的人 身体状况可能会 比较多一点点 这些病痛导致你们 容易破财 所以要注意 做好这个准备 然后在身体方面 你们要多多的早睡早起 注意身体健康 然后就是 吃的营养一点 然后不要 因为工作上的压力 而导致自己 失眠啊 等等状况发生 导致影响到最后就是 健康了 所以数码的人你要学习 在工作上学习 放松 然后适当的休息 注意饮食 好好调理自己的身体 然后心情压力 心理压力太大的话 找个朋友倾诉 找一下发泄的方法 找一下减压的方法 或者多出去旅行 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 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分享 然后我们能够 输解掉 心理上郁闷的东西 当全部东西熟解掉你的健康自然也会比较好的 OK 那对于年纪比较大数码的人呢 在这一年里面 你们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习惯 吃的清淡一些 然后多多的锻炼身体 在这一年里面呢 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可能会有跌伤 碳伤等等 这些事情 还有可能有一些救病也会发作 所以建议你们定期到医院检查检查 然后 注意一下 刚才我所讲的这些东西 那就 那就比较好了 OK 这是健康上要注意的 数码的朋友 OK 关于这些 你们还有问题吗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事业 讲的财运 讲的整体的运势 讲的这个 健康 讲的感情 还有讲的三个 三个星座 OK 所以讲的蛮多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开运的方法吧 OK开运的方法 有一些吉利的颜色 数码的人的幸运颜色 在这一年里面我给你的颜色是黄色 以及褐色 褐色 褐色 brown color 黄色以及褐色 颜色没有那么显念 就是 这种颜色 数码的人可以多在生活上你可以多选择用这几种颜色 比如说衣服 鞋子 比较经常接触的物品等等 他对你开运都是有着一定的好处的 那最重要的是这些颜色散发出来磁产的物品 有带有这些磁产的物品 都是有意思的 比如说水晶或者一些风水物品 所以选择自己有利的这些颜色 对你提升运势 都是比较重要的 OK 所以数码的朋友 当我们运气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因为数码的性格 刚才我们讲过了 所以他应该要反省自己哪里有不足 然后有什么不好 然后在 后天再加倍努力去改变 所以我觉得 不要担心去面对 过程中遇到的任何考验 在这一年里面 只要 你肯付出去改变呢 只要 我觉得 放手一搏 幸运之神始终还是会站在你这边的 所以 不要太担心 OK 那么在开运产品 当然我们知道了整体的运势过后 我们会选择 一些东西来提升自己的能量 让自己觉得更有信心 然后让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 摆脱掉这个犯态税的问题 然后让自己提升运势 开运的东西比较简单 带在身上 因为 因为生肖 人 都是跟着你的东西 带在你身上的东西 通常我会建议水晶 为什么水晶有磁产有能量 有磁产能量的东西 对每个人开运都是有的 很好的效果的 那在 生肖 肖 马的这位朋友 有几样东西你要注意 开启智慧的水晶 开启财运 财运的水晶 还有贵人运的水晶 健康运的水晶 刚才我讲的这四大 我们的问题 那 我的建议给大家提议的 金钥匙 这个水晶 金钥匙 就是开启智慧的一个水晶 对于数码的人 这一年里面如果你觉得 你要增加你的智慧 增加你的领导 魅力 然后 创意工作者 或者是用脑过度的人 还有就是 改善你的睡眠 如果你睡眠数字不好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金钥匙这个水晶 佩戴金钥匙水晶 但是如果你想要 增加财运的话 黄水晶是非常适合你的 黄水晶是一个财富的水晶 那黄光 黄色水晶发出一个黄色的光芒 会影响到我们的财运 所以非常好能够帮你聚服的 然后能够 创造一点点意外之财 虽然 在这一年里面偏财运 不怎么好 但我们希望通过 带一些物品 带一些开运的东西 帮助你招财 帮助你提升更多的财运 OK 所以你可以考虑 黄水晶 如果你想要增加 吸引贵人的话 增加贵人运 想要 减少这个小人的话 你可以带这个胡眼石 也是蛮不错的 胡眼石能够在事业上 帮助你更加突破自己 人变得更有自力 更 更加有自信 然后 化解这个压力 那最最重要的呢 他其实能够招来 吸引来贵人 那是很好的 所以胡眼石也是非常适合 属马的你 那么至于在健康方面 如果你觉得你健康 想要提升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黑 黑药石 黑壁吸 黑壁吸 手链 黑壁吸水晶 其实 是能够帮助我们 排除这个生病 然后减缓 失眠的问题 对于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挡杀 还可以辟邪 还可以把负能量给消耗掉 所以黑壁吸对你也是很好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 对你有利的四种水晶了 嗯 看到吧 所以你们要 自己去选择 选择天然的选择 啊 不要拿假的东西 因为假的东西有一点化学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们拿天然的东西 带在身上 每一年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开运的 提升运势的一些物品 那在这里呢 我就把它全部都结合我设计了一个自己设计出来的 所以把四个 四个哈 就是 开启智慧的水晶 还有聚财的水晶 吸引贵人的水晶 还有提升健康的 四种水晶 金钥石 黄水晶 胡眼石 黑壁吸 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结合一条 白水晶就增加能量 还有增加正能量的 全部把全部功效带在一起的 这个手链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一个生效 又要全部东西的话 考虑这个样子吧 因为这样子带其实也蛮有效的 OK 所以 这个就是 数码的 在我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流年开运的水晶 OK 你们会喜欢水晶吗 对水晶有研究吗 我介绍了好多年这个水晶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生效 最旺的生效 你也要 借助水晶再帮你加强一些能量 那生效不大好的运势比较差的 同样的水晶能够帮你 转换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然后再帮你提升运势 明白吗 OK 接下来讲一个东西比较特别 就管你到犯态税的东西 因为我记得 刚才我在前面有讲到 讲到犯态税的 来我看一下 犯态税的生效 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 犯态税的生效 OK 这样子 刚刚刚前面所到的2020年 属马的朋友是流年什么呢 冲态税 冲态税是犯态税的一种 每个人有时候有些误点 搞不清楚什么是犯态税 犯态税呢 其实就是 有冒犯到态税的生效 叫犯态税 不管你是冲啊 害啊破啊什么 我们统一称为犯态税的 这个生效 那犯态税的生效呢 就是 OK 画面上 所显示的 就是有几个生效是犯态税的 执态税的本命年的生效就是 当然是老鼠 鼠年就是老鼠 然后现在的马就是冲态税的 跟态税相冲的 还有个兔子形态税 还有个鸡呢是破态税 还有个羊呢是害态税 所以五大生效都是 犯态税的 所以现在的你们注意 如果你有这五大生效 接下来你要注意停一下 因为我我我会接下来教大家 化解犯态税带来的这个煞气 的这个方法 OK 所以这五个生效都有关系 五大生效 那 OK 清楚 那在这五大生效里面呢 当然冲态税是比较严重 因为冲嘛冲就有对冲 有一种冒犯态税的那种感觉 所以属马的朋友 在为什么流年里面排名你们最后一名 就是因为你流年跟态税相冲 态税相冲的话 可能发生一些破财的事情 一些灾祸 或者是一些意外 可能也有血观自灾等等的 所以这东西要特别小心 然后 这一个冲刹的力量呢 对你来年比较不顺利 所以你一定要有化解 犯态税的这个方法 然后去化解到 犯态税要化解 一定要在正月里面年头的时候去化解 不要等到后面后面 你差不多过完半年过后 你才去想要去化解 那太迟了 那接下来就是属兔的朋友 你看属兔的朋友 刑太税 刑太税代表着什么呢 刑太税是刑客的意思 所以刑代表法律上 或者刑事上破财等等的一个问题 那本命年的这一个 属老鼠 属老鼠 因为当然就是你的本命年 本命年代表着这一年里面可能比较多 小人做事情多一点阻碍 就是这个样子 不会太严重 还可以接受的状况 那接下来是属兔的朋友 你看他在哭 这个破财税 破财税的这个生肖呢 就其实不用哭到这样惨 没有什么事情的 算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小小的犯财税的问题 就代表在这一年里面 比较容易给人破坏 暗中破坏 或者是给人家 捣乱这样子 人和人之间可能比较多一点 矛盾 矛盾 以及冲突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属养的朋友 属养的朋友流年害财税 害呢这个字啊 你看下去 害泰税代表着被人陷害 所以身边小人可能比较多一点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 属养的你呢 就不要太随便相信人 什么东西呢 带眼识人就对了 所以提到的这五个生肖呢 就是泛泰税的生肖 在2020里面 所以不管你的运势排行 低级呢 你都一定要去化解 泛泰税带来的杀气 所以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讲 泛泰税的化解的一些方法 其实蛮容易的 我每次都会讲的 这一个东西 你们看一下 化解泛泰税的方法 在这里写的比较清楚一点了 清楚了看到吧 OK 化解的方法呢 那第一个呢 就是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去拜泰税啦 我们去拜拜 什么 专业怎么化人 就一个问题 犯什么 拜什么就对了 犯白斧 拜白斧 所以犯泰税就拜泰税 就这么简单 有些人呢 在拜泰税 不会拜泰税 就可能妈妈 就代表全家人 有犯泰税的生肖 然后 就妈妈一个人去庙里面 拜拜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现在我会发现的 有些人不管犯不犯泰税都去拜 那妈妈就全家人的全部写了 就去庙里面拜 当然 这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 属于比较严重的 犯泰税的生肖的话 我会建议你亲自去拜 OK 要有诚意嘛 就是这样简单 你要亲自去拜 然后到庙里面的话 记得添油 一定要添油 就主动的捐一点钱 出去 那才是最好的 那拜泰税要几时 这个也很重要 你不要农历的正业厨艺 就跑去拜泰税 我在上几次的直播 有讲过 拜泰税 他一定要拜 哪一个年的泰税 一定要拜老鼠年的泰税 你不要拜错成猪年的泰税 所以正业厨艺去拜泰税的话 你拜的是猪年的泰税 还没有到老鼠年的 所以老鼠年的泰税 你要拜一定要在立存过后 那就是农历的正业 实义过后 去拜才有效的 因为立存呢 还是正式的生肖替换的 时间点 所以我们拜泰税不要拜错 那么很多人在拜泰税的时候记得 还要什么 拜了还要还泰税有听过吗 所以年尾要还泰税 年尾还泰税的时间呢 大概就是在冬至之前 记得要去还泰税 所以 在年头你们有拜过泰税的 记得冬至要到了 冬至 之前呢你还要去做一个动作 还泰税 OK 这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的哈 那第2个方法呢 你看一下 我那里写的煎血 洗牙 捐钱 都行善 记得 那么2020年翻泰税的 刚才五大生肖 你记得能够的话 如果你在身体健康状况 允许的情况之下 煎血 是化解翻泰税 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法 因为触血 触血代表 应验的血管之灾 那么 煎血的话 又可以做慈善 又 又可以触血 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的话 自己都没血的话 那你不可能去煎血 不要去勉强 所以我们还有其他方法 比如说触血的东西 洗个牙也是有触血 对吗 OK 然后去验血一下也是触血 所以这些都是挺好的 那 做一点善事吧 放泰税的身下 如果真的不能够煎血的话 那你就煎钱吧 煎钱做慈善也是行的 所以只要你粗一点东西都行 如果煎钱也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做义工吧 总是有一个慈善 你能够做的 做义工 身体力行的善事 那是最棒的 OK OK 然后再来呢 我看一下 我们写了一个东西 第三个 我写了避免去 占理白氏 医院探病 那放泰税的身下 在这一年里面 当然就是你的自己的磁场 气场都不大稳定 当然你就尽量少去负能量集中的地方 负能量集中的地方 包括占理 OK 这个杀气比较重 人家做白氏的时候 医院探病 整个医院负能量也很强 所以你去到那边去探病 看人家哭哭啼啼 病得要死 这种状况之下 你不要去 或者是 兵役馆 或者是 监狱 其实 这些都是属于 负能量比较集中的地方 尽量少去 尽量不要去 还有就是 另外一个 我在这一年里面有提醒的 就是在做月子中 也尽量不要去 OK 等满月的你才去 OK 犯态税的人 本身就犯杀了 所以负能量 或者病气灾气的地方 就叫代表着火上加油 所以 自然就让你运势 更加的不大好 去了过后回来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倒霉的事情 或破财事情 或者身体 不大健康的状况 会发生 所以 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但是 一种状况之下 你是非去不可的 那就是 刚好是自己人 或者是亲戚 或者是很要好的朋友 如果是 必须去探望 或必须去 这个 站 那个殡仪馆的话 去白室的话 那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要去 你不可以说 因为亲戚 然后犯态税 我不去 这样你会给人骂 我觉得这种状况之下 还是去 OK 免不了的话 你去 去了过后 你记得身上带一些 辟邪的东西 或者是 一些胆煞的东西 比如说黑发精 黑药石 黑壁锡之类的都是可以带在身上 一些水晶 挡上壁血 或者一些 啊 就是 附身符之类 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你从那个殡仪馆 去了过后 不要直接 马上回家 你应该绕到 能够的话呢 不要把那个气场带回家 在外面逛逛一下 去人多的地方 去shopping center 之类这样子的 或者去吃一顿饭 OK 或者去神庙拜拜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那个气场转换一下 疏解一下 放太细的这个杀气 不要把它直接带回家 弄清楚 所以不是说100%真的不可以去 如果遇到你要去还是有办法去化解的 OK 那么我们来看第四 第四我写一席胆三哉 无几世飞来 所以这边写着多举办 参与喜庆的一些活动 OK 所谓一席胆三哉无喜是非 就是一个喜事能够胆三个哉 没有喜事是非就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放太岁的生效在2020年里面 你更加要办一些喜事来冲洗 OK 有的人可能会误会 我今年放太岁 我不可以结婚 不要生孩子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 其实放太岁的时候更加应该冲洗 OK 冲洗的方法有很多种 结婚是冲洗 注册是冲洗 生小孩或者伴生日会或者是搬家 这些都是属于喜事多多的去参加 那么喜事代表着什么呢 别人会祝福你 祝福你过后你的运就更好了 所以冲洗是好的 所以如果刚好呢 你没有什么喜事好充的话呢 那么你就多多去参加别人的喜事 沾沾别人的喜气 也是可以化解犯太岁的这个问题的 OK 那么 接下来呢 第 我看一下 第五个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非常非常重要 每次讲的 多接触正能量的人 远离负能量的人 那什么是正能量的人 什么是负能量的人 我在上次的直播也一直在强调 正能量的人跟你讲好话的 就是正能量 跟你讲鼓励的话 就是正能量 跟你灌输好的思想的 就是正能量 人会被受 自己影响 也会被身边的人影响 所以他会传染 你明白吗 所以你接受了正能量的人多了 你自然就被传染到正能量的东西 你运气自然也会好 但是如果你跟负能量的人多了 一直听不好的东西 就是一直 说什么 谁不好 跟你complain 跟你说老板不好 功能不好 谁 有什么问题等等 然后对未来没希望 没前途 不进取 然后只会一直埋怨的人 这些就是负能量的人 很简单 现在的人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很厉害 都很聪明 你自己可以区分 什么是正能量的人 什么是负能量的人 自己去区分 在网络世界也是一样 很多正能量的信息 也有很多负能量的信息 你们自己去接受 接受到好的 自然就会影响到你 更好 因为 我们会被影响到 接受到不好的 你就会被传染到了 那整年里面的孕色 怎么可能会好 所以在选择上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的第六个 我们来看一下开运 那么 化解方法 放太税化解方法 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效的 也是开运转运或者补运 这些东西你可以在神庙也有一些方法去做好 但在我这里呢 我会比较鼓励和推荐大家用这个立春开运法来转运 来开运 这非常的好的 在 上一期直播里面 我就专门做了一个直播讲解立春开运的方法 和重要性 如果你们要知道的话 可以看回去之前的直播 我在这里就没有讲 要不然我讲到来就很长了 再次提醒大家2020年的立春 是在是在2月4号农历正月11 下午5点傍晚5点03分才正式到来 所以这一刻呢 就是我们要开运转运补运的 最佳时间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一年一次 唯一的一个时间段 这个时候呢 宇宙能量磁场产生变化 磁场正在 正在产生变化 这个很强能量的磁场开始 所以阳气慢慢的升起 阴气慢慢的消跌 不见掉 所以运势 我们自然能够在这个 这个重要的时刻来接受能量 接受能量就是代表着我们的重新启动 我们的磁场 气场 所以当一个人的磁场改变了 运气也就改变了 所以这非常重要 所以立春开运的 这一个东西我每一次在提醒大家 尤其在2月4号之前 我都会一路不断的提醒大家 让你们记得在这一天里面做开运 不要错过了一年只有一次 的开运的方法 OK 所以放在去的身教 你们可以做的呢 其实 就是这几个方法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身上也能够带一些东西 来帮你化解 比如说 你可以带一些平安扣 你看到我图片里面放的 这些都是叫平安扣 看到他圆圆的那一粒吗 那个叫平安扣 或者带一些转运扣 能够帮助你提升 运势 化解犯态税的这一些问题 所以我这里有建议 两种平安扣 一种转运扣给你们 看到清楚吗 可以 所以这些都是对你们很有帮助的 OK对你们很有帮助的 OK 平安扣转运扣 OK 可以吗 好的 OK 等一下我来看下一面 OK 接下来呢 我我记得 我记得上一次我有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万一 这个气行转运手链 也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是不管你放太税 还是你是第一名的生肖也好 最后一名的生肖也好 这是特别设计给每个人都可以用的 因为我就是把一个 一个风水 放在身上的意思 我们风水学里面非常重视的 北斗气行 所以这个大家 我在这里再稍微大概讲一下 因为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 气行转运手链气行 北斗气行里面有天树星 天玄星 天际星 天权星 玉合星 开阳星 以及摇关星 这七颗星呢 有代表着七个不同的作用 在我们的 这个 磁场能量里面 所以你把这些能量全部带在身上 对应的能量全部带在身上 那是非常好的 因为 天树星是一个 一个掌管的爱情感情的 一个星 然后 第二颗星呢 是天玄星 是一颗正义之星 我在图里面有写着了 然后第三颗星是天际星 是名利之星 要财入 是跟我们的事业 财运有很大关系的 然后第四颗星是天权星 是一颗智慧之星 争取 开启你的智慧 然后玉合星呢 是一颗财气之星 所以创造力 然后让你更加 积极进步的 一颗星来的 那北斗的第六颗星呢 就是开阳星 开阳星是 增加我们的力量的 一颗星 让你更加能够刻苦耐劳 遇到问题 我们都能够度过的 然后最后一颗星呢 北斗气星 第七颗星 叫摇观星 摇观星这个名字 我很喜欢 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摇观星 它是一颗勇气之星 让人家变得勇敢 然后承担起责任 然后 分辨善恶 这是一颗非常好的星 然后把这七颗星 穿在一个手链里面 就变成气星转运手链 对每个人都非常好 所以它能够凝聚力量 把磁产发挥到很好 所以刚才讲为什么呢 我们都是要磁产 只有磁产才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磁产 要怎么制造出来呢 人可以自己改变磁产 但是如果你自己加持不到自己 帮不了自己 意志力没有这么坚强的话 那你就要靠其他外在的力量 来帮助你了 带东西也是其中一种磁产的加持 所以你带着你会有一种信心在那边 除了气星转运手链 其实我上次也有介绍过一个 似神 这个名字好难度 似神兽 巨灵纳浮手链 这个取名字的好 每次我读这个我就要想这取名字 怎么取得这么长 似神兽巨灵纳浮手链 这非常非常棒的 也是 当初设计这个手链呢 其实就是要把好的风水带在 我们的身上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把风水带在身上 所以 我延续了这个5000年老祖宗传下来 最重要的 根本风水的一个概念 然后结合了水晶的这一个能量 让大家都能够 把他带在手上 所以 似神兽 似神兽巨灵纳浮手链 很好 的一个组合非常特别的 他其实就是代表着左青龙右白斧 前面朱雀后面 玄武 就是我们风水学里面的 青龙白斧 OK 青龙当然就是代表着 事业运 财运 人员很好的 白斧呢 也是代表着人员 然后繁小人 挺好的 然后 朱雀呢代表着喜乐 安康 平衡 消除压力 消除负能量 玄武代表着我们的贵人 依靠 靠山等等 所以把这四样东西呢 很巧妙的都结合在一起 带在手上 是 风水的一种 所以今年的水晶 融合了风水 然后设计了两款 一个 一个是白水晶 为主要的 另外一个是黑碧 有一点 碧鞋的 工用 然后排除一些不好的 负能量的 所以这两种都是特别设计出来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宣言全容袋 这个也是每年 这是今年我设计出来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东西 上两个星期呢 我已经介绍过 今年在新建在这里大列大列的讲一下 不讲的太久 因为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了 宣言全容袋 所以每个人开运 不能够缺少的一个物品来的 待在身上放在钱包里面都非常好 宣言全容这两个名字 单单听名字 你就觉得很了不起的 宣言皇帝 全容皇帝 两位远古帝王都在这个袋子里面 笼袋里面 所以里面就有一张红纸 应该有我们中华的第一贡主 就是宣言皇帝的 红纸 应斩的红纸 然后这个红纸里面 在包这个 前隆古壁 然后 这个我们就叫 内有乾坤 然后放进金黄色的 钱袋子里面 所以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组合 那钱袋在古人来说呢 我们就叫做钱包 古代叫钱袋嘛 现在怎么叫钱包 所以自然就有 招财 旺财的 这个作用 所以非常鼓励 每个人的钱包里面 或放在你的counter 或者是放在你的 这个保险箱里面 其实都能够带来 增加财运的 这个作用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放 你的办公室也可以带 学生鞋带也可以 但是记得一定要选个日子 然后还可以带在身上 所以是非常 棒的一个 开运产品来的 希望大家都拥有 属于你自己 最少一个笼带 一个人可以不止一个笼带的 这不是很棒 所以我觉得 好的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教育大家 认识自己的生肖 然后就是 开运转营的方法 OK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 直播的主要内容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聊到的 数码人的个性 是什么样的 结合星座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然后还有就是 2020年数码人的各个方面的运势 还有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几个化解放太岁的 杀气的这个方法 然后还有一个几款 帮助大家 设计给大家 水晶 然后帮助大家开运的一些水晶 还有就是一些把一些风水带在身上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力量 能够让大家在来临新的一年能够有好的运势 然后把好的风水带在身上 所以 记住我说的话 有时候运气不是由上天决定的 我们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能够 掌控自己的命运 一口气讲了这么多 今天晚上的直播差不多了 现在10点的时间 那么 讲了一个小时了 好现在因为今天晚上是元旦 再过几个小时 10点11 12 两个小时要到了 一个小时多不达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就要进入 2020年的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 那么2019年最后一天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把过去不好的东西给弯掉 然后重新开始 2020年将会是美好的一年 我们有愿景有红愿的 OK好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 祝大家元旦快乐 2020年快乐 我也要准备去countdown的 我们 就明年再见了 明年我们在线上再见 好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了 OK 拜拜 等等他 OK 就是这样子了 OK 拜拜 2020年见 拜拜 拜拜